第一集 序论 我读中国历史 发现了许多下落 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辰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 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 我很没诧异 心想 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 除于史辰圣贤之外 我要寻他这个秘诀苦求不得 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 哦 古人成功的秘诀 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 由此推寻下去 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这四个字却可以包括无息 我于是乎做一种诙谐的文字提名后黑学 分为三卷 上卷后黑学 中卷后黑经 下卷后黑传习录 民国元年三月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出来 那个时候这种议论要算顶兴起的了 读者哗然 中卷还未登完 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 不料同此以后 后黑学三字竟洋溢乎四川 成了普通的名词 我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人请讲后黑学 我就原原本本地从头细数 听着无不点头领会 每每叹息道 唉 我某式的失败 就是不讲后黑学的缘故啊 又有人说 某人声名赫赫 就是由于后黑学研究的好 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 彼此问了姓名 他就用一种很精益的声调问我 你是不是发明后黑学的李某 一货旁人戴维介绍道 他就是发明后黑学的李宗武 更可笑着 学生做国文的时候 竟有用这个名词的 其传播的普遍也就可以想见了 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 不料会发生这种影响 我自己也十分诧异 心想 这种议论能受众人的欢迎 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 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 才知道 后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 与王阳明的智良之渊源于性善说 其价格是相等的 古人说 人亦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我说 后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杨明说 见父自然之孝 见兄自然之地 说得头头是道 确凿不移 我说 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 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 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 见他哥哥来了 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 也说得头头是道 确凿不移 杨明讲学 受一般人欢迎 所以后黑学也受一般人欢迎 有孟子的姓善说 就有寻子的姓恶说 与之对抗 有王阳明的智之良三字 这后黑学三字 也可与之对抗 究竟人性是怎样做起的 我很想把它研究出来 寻些宋元明清 讲学的书来看 见他所说的道理 大都是支离穿凿 欲曲难通 令人烦闷欲死 我于是乎 把这些书抛开 用研究物理学的方法 来研究心理学 才知道 心理学和力学 是相通的 我们研究人性 不能断定它 是善是恶 由之研究 有之研究水火之性质 不能断定它 是善是恶一样 孟子的姓善说 寻子的姓恶说 具是一篇之间 我所讲的厚黑学 自然是更偏了 其偏的程度 恰与 王阳明 智之良之说 相等 读者如果不明了 这个道理 认真 后悔起来 是要终归失败的 读者能把我 住的心理 与力学 看一下 就自然明白了 但是 我们虽不想 施行后悔 也需提防人 在我们名下 施行后悔 所以他们的法术 我们不能不知的 我自读书十字以来 就响为英雄豪杰 求知四书五经 芒无所得 求知诸子百家 与夫念四始 仍无所得 以为谷之 为英雄豪杰者 必有不传之密 不过无人 生性于鲁 寻他不出罢了 穷所鸣搜 废寝望时 如是者有年 一日 偶然想起 三国时几个人物 不觉恍然大悟 语 得知已 得知已 不知为英雄豪杰者 不过是 面后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 手推曹操 他的特长 全在心子黑 他杀吕伯舍 杀孔荣 杀杨修 杀董承福丸 又杀皇后皇子 悍然不顾 并且明目张胆地说 宁我妇人 无人妇我 他心子之黑 真是达于极点 有了这样本事 当然称为 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 他的特长 全在于脸皮厚 他一曹操 一吕布 一刘表 一孙权 依袁绍东窜西走 寄人篱下 田不为耻 而且生平善哭 做三国演义的人 更把他描写得 唯妙唯孝 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 对人痛哭一场 立即转败为攻 所以俗语有云 刘备的江山 是哭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 他和曹操 可称双绝 当着他们逐久论英雄的时候 一个心子最黑 一个脸皮最厚 一堂对物 你无奈我和 我无奈你和 环顾原本出主人 卑鄙不足道 所以曹操说 天下英雄 为始君与操尔 此外呀 还有一个孙权 他和刘备同盟 并且是狼舅之亲 忽然夺取荆州 把关羽杀了 心子之黑 仿佛曹操 无奈 黑不到底 跟着相属请和 其黑的程度 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 他与曹操 比肩称雄 亢步相下 忽然在曹成架下称臣 脸皮之后 仿佛刘备 无奈呀 厚不到底 跟着语味绝交 其厚的程度 也比刘备稍逊一点 他虽是 黑步如操 厚步如背 却是两者兼备 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 他们三个人呢 把个人的本事施展开来 你不能征服我 我不能征服你 那时候的天下呀 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 曹操刘备孙权 相继死 司马氏父子 城市崛起 他呀 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 及厚黑学之大臣 他能欺人寡妇孤儿 心子之黑与曹操一样 能够受金国之辱 脸皮之厚 还更甚于刘备 我独使 我独使 见司马懿受辱金国这段事 不禁拍案大叫 天下 鬼司马氏 所以 得到了这个时候 天下就不得不统一 这都是 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 天下奇才 是三代下第一人 遇到司马懿 还是没有办法 他下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决心 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 竟致 呕血而死 可见呢 王左之才 也不是后黑明家的敌手 我把他们几个人物的事 反复研究 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 发现出来 一部二十四史 可一以贯指 后黑而已 自 再举楚汉的事 来证明一下 项羽 跋山盖世之凶 阴雅叱诈 千人皆废 为什么生死东城 为天下孝 他失败的原因 韩信所说 妇人之人 匹夫之勇 两句话 包括尽了 妇人之人 是心有所不忍 其病根在 心子不黑 匹夫之勇 是受不得气 其病根在 脸皮不厚 洪门之宴 向羽 向羽与刘邦同坐一席 向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 只要在刘邦的井上一划 那太祖高皇帝的招牌 立刻可以挂出 他偏偏偏 徘徊不忍 竟被刘邦逃走 该下之败 如果渡过乌江 卷土重来 尚不知 鹿死谁手 他偏偏又说 即与江东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息 尽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 怜我念我 我何面目见之 纵笔不言 即独不愧于心 这些话 真是大错特错 他一则曰 无面见人 再则曰 有愧于心 究竟敌人的面 是如何长起的 敌人的心 真是如何生起的 也不略加考察 反说 此天亡我 非战之罪 恐怕上天 不能认旧吧 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 研究一下 史记载 项羽问汉王曰 天下汹汹数岁 图一无两人耳 愿与汉王挑战 绝雌雄 汉王笑谢曰 吾宁斗志 不斗力 请问 笑谢二字 从何生出 刘邦见立生时 使良女子洗脚 立生则他拒见长者 他立即 绝洗起谢 请问 起谢二字 又从何生出 还有 自己的父亲身在祖下 他要分一杯羹 亲生儿女 小慧 鲁元 储兵追至 他能够推他下车 后来 又杀韩信 杀彭月 鸟进工厂 兔死狗喷 请问 刘邦的心子 适合状态 岂是那 富人之人 匹夫之勇的项羽 所能梦见 太史公著本纪 只说刘邦 龙准龙年 项羽是重童子 独于二人的面皮厚薄 心脂黑白 没有一字提及 未免有亏粮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